中方有关的动态清零政策和防疫规定 基于科学和专家意见 符合中国实际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原则 有利保障了在中国居住生活的 中外公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也为全球抗击疫情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有关的数据显示 2021年中国的新冠肺炎的死亡率 为十万分之零点四 仅为美国的六百零六分之一 是全球因疫情死亡人数比例 最低的国家之一 中方有关防疫措施 以最小代价实现了最大的防控效果 最大限度减少了疫情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客观事实 中方的有关防疫努力和成效 不仅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评价 更得到中国人民的高度认可和拥护 我还想指出的是 任何防控措施都会有一些代价 中国部分城市采取的防控措施 对生产生活产生了一些影响 这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 但是我希望你注意到 不同之处在于 绝大多数中国的民众 对中国政府的抗疫政策和措施 都是表示理解和支持的 中国人民对战胜疫情 是充满了信心的 面对德尔塔毒株 中国没有躺平 坚决开展了德尔塔阻击战 为保护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 维护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也为全球抗击疫情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面对奥密克戎毒株 中国依然不会躺平 而是坚定推进奥密克戎阻击战 我们必将赢得胜利 也将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